举凡大小活动或是市集 总是能看见族人的手工艺品与农特产品 透过活动进行展售 精致的手工 有机的农产与自行研发的食品 产品虽具有市场竞争力 但是如何行销出去是较弱的一环 在我们向下行销东西真的是很困难 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推广到城市 因为我们的产品都是很好的东西 不断会产销学校 有他们来帮我们推销我们的产品 真的准备是说要跟外面的客人来接触 来玩做面包 有企业希望协助原乡地区的店家 行销推广台湾在地特色伴手礼及农特产品 期盼与马家乡建立合作管道 第一个是它的品质非常好 第二个它的价格很公道 第三个它有些的一些故事可以说 因为很多的包括总工艺那些 很多的非常美品质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信任力非常强 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把它行销出去 这是重点 民间企业跟族人合作 产品介绍包装与行销 并透过各港口打造的自营商店 与邮轮内的展售区 趁游客来访期间 常态性的推广 贩售原乡的特色产品提升能见度 接着各社屏东马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